在教学中和学生亦师亦友的互动中 总是能够让他挖掘出学生的厨艺天分 今天老师带着认为做点心 可以让自己很幸福 也可以复位人心的吴敬慧同学 想和大家分享他自创的超美味蛋糕 马铃薯慕斯就要上桌咯 现在新书派今天跟我来 那么常常听人家说 在料理的过程当中是可以疗愈我们的 那么尤其是在做烘焙 做甜点的时候 更可以达到疗愈心灵的效果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 我们等一下就要来请教我们这位 金光闪闪的黄金典老师 老师 你好 爱真姐好 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金典老师 你是教很多的 你们就是在进行科技大学吗 教这个 餐旅系 餐的话就是说我们一般知道餐跟饮 那旅的话是指旅馆方面 就是算是旅馆的服务接待对不对 对 那所以学生到最后就会分嘛对不对 对 会自己分吗 学生会去实习的时候会依自己的兴趣 选择他所喜欢自己专场的一个部门 还是旅对不对 对 内场或是外场这样 那餐的部分也就分作一般的餐点 或者是甜点 中餐 西餐或者是日料 其他国界的料理这样子 也可以 对 然后呢 另外一个领域就是像烘焙的 烘焙的部分 对 烘焙也很广 对 好 今天呢你就要来带一个 在这个学生里面 你慧眼是英雄 发觉了这个孩子有烘焙天分的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一位就是你今天要介绍的学生 他是 对 吴敬慧 吴同学 阿姨啊 敬慧您好 嗨 真姐好 老师好 大家好 很好玩耶 我们制作单位就说啊 你看做烘焙 做甜点 为什么人家就要讲说做甜点会变胖 因为觉得一面做一面吃 是不是 你不会一面做的面吃 会啊 会 可是你 那你一定要讲你为什么不会发胖 应该是消化不良吧 是消化太快 还是消化不良 这个讲得很好啊 好实在 好可爱喔 消化不良 好 消化不良的人最好去学烘焙 不会发胖 好 那那个 敬慧 在这个做烘焙的过程当中 你会真的觉得你会很快乐 对不对 对 就是在做的心情的时候 其实这些料理都是甜的 所以你闻到那个味道的时候 就是会让自己的心情愉快 对 你今天讲到了一个重点了 因为我们每次都在想说 为什么烘焙会让人觉得心情很愉快 有疗愈的这个效果 原来是那个味道 气息 对 我们现在有一个很 很先进的一种叫做 那个心理学上面也叫做 气息疗法 气息疗愈法 那个我们都会谈 气 闻到一些气味 闻味道 对 它可以刺激我们的脑肺 然后可以调整我们的心灵 阿姨 你终于讲到那个甜味 很甜 对不对 对 恍然大悟 好 今天我们的观众朋友 是比较闻不到那个甜味 对 不然这样子 我们一面看今天的料理 一面你拿一碗糖 放在前面 或者是奶油 对不对 巧克力 巧克力 对 对 好 今天你要教我们做的这个 烘焙是什么东西 是什么 好 马铃薯慕斯 这简直是太神奇了 好 那我们就知道 除了马铃薯之外 还要准备什么样 其他的材料跟调味料 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马铃薯慕斯 材料有 马铃薯100克 鲜奶油340克 蛋黄60克 砂糖15克 白巧克力100克 鲜奶120克 果胶粉9克 装饰的材料有 黑巧克力 鲜奶油 糖粉 草莓 蓝莓 果酱 食用花 我要看材料跟调味料都已经很快乐 对 因为那个就甜甜了 我现在好想拿一片巧克力吃 那个可以吃吗 可以啊 可以喔 我吃了会不会影响你的那个 不会 可以喔 可以 我吃一片可以吗 这个如果我去学做烘焙 我应该会胖 好 那 老师 东西吃起来这样 甜点的话 像巧克力奶油 这种香香甜甜的 自然就是会有让人感觉一种幸福 对 还有放松的感觉 所以她刚刚就讲这种气息刺激 对 好 太好了 这个 我在这边都闻到艾珍姐这边散发出来的巧克力香味了 不好意思 不给你吃 我这个这么薄薄的一遍了 我闻就好了 闻就很幸福了 好 我们先看看要做什么 那个是什么 这个是巧克力 白巧克力 白巧克力 白巧克力拿去揉 然后我们的鲜奶油 因为她打的过程比较久 所以我们就先拿去打 她现在已经是专业的 她要用机器了 对 一般家庭就用那个手 就是手拿式的电动的就好了 对 对 或者是要练一下功夫 直接拿那个打蛋器来打也是可以 但手会很酸 我跟你讲 我们那个 表示夫妻恩爱 我们有一个师姐很会做蛋糕 那个负责打都是她先生 对 她先生一面打一面想到说很爱她 很爱她 而且问题是她七十几岁 对 难怪她们的感情这么好 对 然后呢这个就是在看这个 就是蛋黄 纯蛋黄 你知道因为那个做烘焙啊 我们实在是不敢随便乱聊天 你知道吗 因为她没有 她过程很多 而且没有比例不对 就会失败对不对 对 要加入砂糖 好 你是几岁开始觉得说 你喜欢走烘焙领域 你有试过其他的吗 有啊 料理 像做单颗的巧克力啊 那个也是点心 对 你喜欢烘焙 很爱啊 很喜欢这个烘焙 烘焙的那个感觉是不是 那烘焙的感觉是 你在几岁的时候 就是说喜欢自己做 我们有很多小孩子在念 小学五六年级 就喜欢手作点心啊 对 你会这么小就开始吗 到十三岁的时候吧 就是国中的时候 在想自己以后要做什么的时候 蛤 你国中就已经在想自己以后 要做什么 现在很多人连高中大学的 都还想不清楚 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那你有跟爸爸妈妈商量吗 当初是没有说想要走烘焙业 只是想要做料理而已 可是爸爸的意思就是 你那么小只去走烘焙业 你可能连锅子都扛不起来吧 爸爸妈妈没有很支持 他怕你扛锅子扛不动 本来就是啊 因为做料理本来就需要一种 那种那种伸强体重 体力啊 那所以做料理是不适合 对不对 不是不适合 其实就是连家说的 只要有心什么事都做得到 讲对 没错 只要有心什么都不难 对不对 心态 态度最重要 所以那你就很坚持 对 就到大学一样还是想走自己 自己的烘焙业 对 那其实老师的慧眼是英雄 老师发掘他的 他跟你其他学生不一样 他是夜间的 他是夜校的学生 对 然后也是 我是他们班上的导师 我们在上课一样 老师在示范在做一些教学的时候 会发现说 因为他是本身我示范的小老师 他已经是你的小老师了 对… 那问题是不见得是小老师 就是很认真的 我发现说其他小老师 小老师是比较爱 有服务热忱 对… 但是其他小老师迟到 或者是说做完事 老师示范完 他在旁… 尽快都是默默地在帮我准备 而且把排名收得好好的这样子 对… 他都有按照就是说 你曾经教过的这些规矩 按部就班的来做 对… 他就是很主动去做 我觉得说我们的学生也好 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跟想法 我相信说他未来的一个发展跟成就 会比别人呢 顺畅 他比较细心 而且好很多 对 因为主动很重要 主动 对 老师教都是一样的教 但是跟孩子有没有主动去学习 这个很重要 对不对 因为往往都是我们的学生 我发现说他们最忽略的就是说细心 那细心是什么呢 不见得是说你做风调要多继 而是说我们做好 应该把整个环境清好 我都是看这一块 边做边清 这是你在整个的那个做料理的 这个教育的过程上面 就是很重视的这一块 为什么会要这样 是 我看到很多就是说 这个养成很好的厨师 他们在这个一个料理做完以后 整个台面都干干净净 其实一般就是说 已经到这种专业的程度的话 那他的养成就是说 几乎是同步这样子 对 那有一些学生在学习过程当中 他比较没那个概念 你会发现说走过去 那个整个台面真的是跟打过仗一样 那我就很纳闷 整个厨房一塌糊涂 对啊 我说 你这么乱 对啊 整个程序 整个动线已经是很混乱的情况下 其实思绪一定会乱 对 这个真的很重要 原来 原来这样子 你按部就班边做边收 它其实是跟你的思绪 跟你的逻辑 是会有连结在一起的 对 你没有办法把这一块处理好 那你在整个料理过程 一定是一团混乱的 对 对 那还好 那下次我做给你吃 你就知道为什么那么难吃 我现在才知道我的 你知道因为我的厨房 我还没有 还没开始料理之前 已经一塌糊涂了 对 好 那这个 再来把它 就是慢慢而融 融好的巧克力 对 加到 刚才就是牛奶煮热之后 把那个拌好的蛋黄跟砂糖 把它拌一起 所以你是发觉 因为这个小老师特别的 能够把这些主动做好 主动 而且就是说 很细心 最重要是有责任 我觉得说 我们今天做料理的人 或是我们的学生也好 他懂得把自己的 整个工作的环境 就是在做的时候 让他整整提起 结束的时候干净清洁 这一点就是 他让我会最肯定的地方 好 你就很信任这个孩子 那可是你怎么发觉 他是一个 就是在烘焙这个部分 对 有特别跟其他学生不太一样 然后还去比赛是不是 还去比赛 是的 所以说 会你的学生 你们去参加烘焙的 其实有很多 因为我本身的 在学校教学 我并不是带烘焙这一块 对吗 所以另外会有专场的老师 对 那其实烘焙来讲 本身我也是懂一些 懂一部分 对 那所以我就鼓励 因为他可以 让自己有这样的 一个挑战的机会 所以你就鼓励他去参加比赛 对 好 那现在我们就看到 马铃薯呢 是把它蒸熟 然后倒成泥 对 倒成泥 对 这样子 倒成泥 这个是一定要按照 我们今天的这个比例 马铃薯的比例 跟你刚刚其他所有材料比例 对 对 你怎么会想到用马铃薯做 因为当初那时候 我们都会有那个 芋泥馅 芋泥馅 对 都是夹在那个 我们蛋糕里面 对 所以我想说 可不可以拿相同的东西 会录在那个 一样是淀粉类的 对 也是这样子 然后刺激了你这样的想法 对 对 那其实马铃薯来做这一块的话 它其实也很棒 是真的没什么人做 但是问题是它可以 可以考虑 对 它是可以 它也是合理的这样子 对 慕斯的材料 大部分都会用果泥 比较多对不对 对 好 那它现在这个打好了 对 鲜奶油已经打好了 对 那要混合了是吧 对 其实夜间部的学生 大部分都是 白天都在工作 餐饮业的工作吗 不见得吧 其实不见得 因为我有问过我们学生 有在加油站 有在服饰店 等会都有 对 但是我会鼓励他们 如果说你未来 你本身念书 已经是在这个领域 对 那目前的工作 最好跟这个领域相关 对 所以它可能是在职进修 对 它自己再来进修 对 然后想要有一个大学的证兆 是不是 对 是 有些是想说 再学多一技之长 对 有些是要学第二专场 也是蛮好的 对 那有些是希望说 自己的学历 再把它提升一下这样子 赌一下学历 不过 它可以除了学历之外 最重要 它比较完整的接受到这个教育 对 因为毕竟四年嘛 对不对 对 比较专业的一个训练 是 所以像敬慧也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心情 它自己本身就在这个 已经在业界工作了 在这个业界工作 然后再来上课 对 那你这样上夜间部有影响到你的工作吗 因为你本来都应该是要忙到晚上的耶 通常都是到五点下班 五点就可以下班 嗯 就是因为师傅他们也知道我们就是也是夜间部的学生 然后他也放你赶快 对 也是让我们早点去准备晚上的功课 很好耶 这反而是夜宵生他们比较辛苦的地方 白天必须工作一整天 对 那忙完之后还必须到学校再来上课这样子 其实真的是相当辛苦 是 相当辛苦 好 那我们就看到敬慧这个很棒的这一面 对 好 现在就是说把这个全部混合均匀了 对 其实这个 主体算已经完成了 这个主体已经完成了 对 这个主体已经可以吃了对不对 对 看起来好滑细 好小 很滋滑的感觉 所以这个要做得好就是 慕斯 慕斯就是要有一种像丝一样的感觉 滋滑顺口 滑顺 爽口这样 吃起来才会有那种幸福甜美的感觉 是喔 好 那个给我桌子 给我桌子 用闻的就好了 用闻的就好了 有闻到那个香气 对 好 那这个是完全就是很天然很纯的那种感觉 对 刚完成热热的吃也不错 没有冰酱吃也很好吃 也很棒 对 搭配一些那个其他素食的 比较低热量的来讲的话 这甜点其实还算不错 不错 对 没关系 感觉到心灵很疗愈就好了 好 现在他就是要把它找到一个模型 到模子里面去灌模塑形 这个重点就是说他要拿去冰 冰多久 冰到它硬就可以 就可以脱 像你这几个已经冰了 他已经完成把它脱沫 在室温底下他不会化 会稍微有一点点 有点出水 对 会 还是会 再来画龙点睛 画龙点睛做装饰 你要先做哪一盘 做小的 小的来 交给你 他这个也是要把它结合吗 对 他目前是把巧克力融掉 整个就我刚吃那个巧克力片 把它融化 应该是纯的那个巧克力 纯巧克力 牛奶或苦甜就可以了 那刚才爱真姐吃的这个 巧克力这个装饰片的话 是我们事先准备的 是贴在这里的 是这样贴在这个边边的 对 它是另外就是再去制作的 另外的 你知道他们说做这个甜点 到最后的那个装饰是真的 除了气味疗愈之外 那个视觉跟那个创意的那种 创作的那种感觉 对不对 现在常常有一些课程 不见得是去教你做这个主体 它可以就是主体做好之后 做装饰 来带小朋友或者是亲子这样子 把装饰做起来 你看 就这样子 它整个感觉很漂亮 对 演艺界里面有两位天王巨星 就是做烘焙 然后它除了是在过程当中 最刚开始就是疗愈自己 让自己有一个兴趣 然后最后真的是 有很辉煌的一个成果 一个诗艺男 一个这个蔡依林 对不对 他们两个是不同领域 但是都是烘焙的部分 对 这个时候再来 就是很随性地把它装饰一下就好了 对 这样子我就可以吃了吗 可以完成 对 又可以吃了 好 我们看它装饰完 我们就一起来吃吃看 马铃薯慕斯 做法是 马铃薯去皮煮软压成泥 鲜奶油打发 巧克力隔水加热 蛋黄砂糖拌匀备用 将鲜奶入锅煮至微热 倒入蛋黄中拌匀 再加入果胶 白巧克力 马铃薯泥搅匀之后 倒置打发的鲜奶油当中和匀 接着将慕斯入膜 放入冷藏定型之后 取出装饰就可以了 有人说啊 马铃薯呢 除了淀粉之外 是没有其他的营养 是真的吗 马铃薯又称为大地苹果 因为它产量也蛮大 在欧洲呢 是当做主食 已经可以研发出 400多种的这种不同的口味 马铃薯本身呢 它含有一些矿物质啊 钙啊 铁啊 这些 那它性情很温和 那又含了大量的纤维 所以对肠胃啊 容易促进一个吸收的效果 马铃薯呢 它不受季节的影响 尤其像台湾啊 很多的台风啊 那叶菜呢 很贵的时候 我们可以选择马铃薯 可以当做蔬菜的一种 吃马铃薯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那马铃薯呢 其实它还有一个好处 它含了叶酸 叶酸对我们神经的发育 是很有帮助的 尤其孕妇啊 在怀孕的过程中 可以多吃马铃薯 我们看到了马铃薯发芽了 还可以再吃吗 发芽的话 比较有会产生 龙葵素这样的一个毒素 当然不要经常吃发芽的 这个马铃薯啦 这是不太安全的 你看我的咖啡都准备好了 就是要来吃 这要这样子配对不对 好棒的感觉 对啊 我帮你们咖啡都充好了 来 这个乖宝贝已经辛苦了 给你喝咖啡吃你的这个 哇 很不一样的耶 这样 冰的吃感觉又不一样 不是 我刚刚吃那个没有冰的 好像吃小婴儿副食冰 可是反而没有马铃薯味 这个冰了以后我还可以吃得到 不但有马铃薯味 还吃到马铃薯的那个沙沙的感觉 对 对 哇 而且才真的有甜点的香气出来 是 你这样研发出来之后 不好意思 请问你那个 你们的店里现在开始有在考虑到 卖你做的这个东西吗 没有 天哪 这个如果你们公司没有卖这个的话 它真的是损失太大了 对 好 算了 不要做了 来我们做 真的很特别耶 刚刚才讲说 我们真的吃过这么多的那个 蛋糕 甜点慕斯 对 没有吃过马铃薯慕斯 对 而且会颠覆大家的想象 对 你自己觉得真的 很棒 真的 真的 很满意 很满意 好 你有这种研发的精神 对不对 这个已经成功了 你还有什么东西 还可以要把它再拿来挑战做慕斯 南瓜 南瓜慕斯 对不对 好 真的就是说创意无限 对 对 你爸爸妈妈觉得说 当初说怕你那个体力不够 锅子拿不动 现在呢 现在她蛮支持的 还想要 就是叫我开店的意思 对啦 开店 卖这个啦 卖这个啦 艾珍姐一定投资你 好 我会给你支持 好不好 支持支持 没问题 老师会去站台 对 一定要的 而且她五月份也即将 又要去韩国比赛 所以希望她好好加油 加油 加油 再拿一个奖牌回来 对不对 好 我们就是说看到一个这么年轻的孩子 在这么小的年纪 她就已经定了目标 而且最重要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对 她是这么样的不浪费自己的时间 没有在学校打婚 对 白天上班 然后晚上上课 对 非常的充实 一累的话怎么办 一定会累嘛 累的话 对 就六日的时候去度假 去休假 真的喔 还是可以放松自己 你六日没有在家里面拼命做蛋糕 没有 就是会去外面的蛋糕店走走看 还在观摩 还在观摩 要去学习 对 这个真的很棒 好 把那个度假 用度假的心情 然后还是在不断地学习 对不对 谁说我们的年轻人不怎么样 你看 这么好有榜样 对不对 好 祝福你 对不对 那感谢老师的教导 谢谢 祝福 这个好棒的敬会 棒棒棒 好 好 好啦 ón 好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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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